别走啊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这个情感问题 今天早上刚刚有这个网友发给我的 是这个关于女生的情感问题 他就是可能最近认识了一个自己心仪的男孩子 可是那个男孩子呢 就是对他经常就是忽冷忽热的 然后于是呢 现在这个女生呢 他有时候总是会觉得是不是我自己不够漂亮啊 或者说是不是我的性格不够好啊 还是不是我不够优秀 他甚至有的时候已经风魔到会问自己的同事 我是不是很丑 所以就像这种 可能女生自我认知都出现问题了 像您是心理方面的这个专家 应该怎么劝导他呢 是我觉得不管男的女的啊 就是单身的时候 我们不管任何时候都要一直在装备自己 一直要学习 一直要变得更好 我们不要担心人家觉得我不够好 但是我就一直展现 一直学习一直在进步 我一定会碰到欣赏我的人 一定会从到值得我托付终身的人 那我知道他们有患得患失的心理了 那这男的忽冷忽热 你必须你要找出原因嘛 那第二可能他对你的兴趣没有那么大 或者他跟你的感情的付出不平衡 就是所以你要看你 你愿不愿意永远在这样子的关系里 感情漩涡当中 是 那真的是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都要建立信心 有自尊 那你要先尊敬自己 别人才会尊敬你 所以就说也不用问别人说 我是不是很丑啊 或不够漂亮啊 我们要变得更完美 其实是为了自己 不是说是取悦那个男生或女生 是是是 然后我们不丑 每一个人都美丽 甚至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优点 对 那他不欣赏我是他的 可能是他的问题 或者是不适合了 我们讲说 就是不适合嘛 也不能勉强嘛 这种事情 可是我只要我 一直一直在努力 因为太多这样子问题来了 我也希望趁机做个广告 可以上YouTube找我情感灵地雷 情感灵地雷 就是零分的零 情感灵地雷 对 YouTube上面就有讲说 如何能够吸引到更好的配偶 无核单身但是不孤独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我要看一下 真的是上去找雷洛美 情感灵地雷 很多我大概有 快要到100个这个短片了 然后有蛮多讲到这个 单身的或者如何装备自己的这些东西 好的 有机会我们请雷老师来我们节目做一个这个专题 然后请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 就可以现场call in进来问你 好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倒也不是我的问题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在美国的华人 很多时候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人在洛杉矶 然后对象在台湾 或者人在洛杉矶 对对象在大陆 可能在香港 反正就是在你原本来的地方 那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 这个长距离 这个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很难keep 经常也会多疑 会患得患失 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好的去修正这个关系呢 这个还是要想办法在一起 因为这个长距离的确是有它很大的挑战 我们人都是很软弱嘛 也会寂寞 也会难以拒绝一些周围的诱惑 那假如说你们两个人是认识很深 感情很深 然后也知道这是暂时的事情 那就要信任对方嘛 是不是 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来维系这个感情 因为现在就有很多工具吧 但是你长期分开绝对不好 包括你一家人 太太在美国带小孩 丈夫在中国做生意 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 真的是不好 我们非常不建议一家人分开 感情是这样子的 大家都要努力 对 而且会渐行渐远 对 所以这可能在长距离 暂时的长距离 必须要更多加努力了 相互都要付出 好 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个 学习情感方面的问题 那就先问到这儿啊 其实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问题啊 这个雷老师 希望你可以多多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吗 我们也会多多的promote你的这个个人频道 好吗 谢谢你雷老师 对 好 谢谢 拜拜 好 再见啊